侯友宜為什麼這幾年來要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這個新裝的土地 為什麼 侯友宜他的講法是說 我們上面有一個繼承的建築 佔到別人的土地 所以我要一直買池芬 說是基林地 對 我說到這裡邏輯就不對 我今天我的土地佔到別人的土地 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拆房子啊 拆屋還地 不然就把我的土地賣掉啊 結果他的選擇是 不停的購買池芬 從2016年到現在 七年的時間買了三次 總共花了三千多萬 三千多萬的錢 是誰買的 右育公司這間買的 右育公司目前只查得到 他的一個財產來源 收入來源 就是大群館凱旋苑 所以我們整個街報這件事情 很核心的點就是 你一手吸學生的血 過去包括高安的租金 每年5%漲給文化大學 等等等等 現在觀眾都聽到會背了 賺來的錢 每年一千多萬的錢 右手拿錢 拿學生的錢 左手去炒新莊的地 而侯友宜他們後來捍衛的方式上 就覺得很奇怪 我買這個是為了要 解決這個上面違建的問題啊 但現在李正濤進一步發現一個點 你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侯友宜他們家 任美尼的這一個土地啊 在那個新莊復興段 而他這個土地的上方 紫色的地方是一個公保地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本來是保留給新莊的一個 高中的一個保留地 而這一個學區的一個保留地 侯友宜新娘們沒出來回 結果叫新北市政府出來回 這是1973年就編的 新莊文高二用地啊 他這樣跟你講 只講前面沒講後面 2018年6月的時候 新北市政府 選了這一塊文高二用地 進行了解編 喔解編啊 解編了 他把公保地給解編了 這個上面呢 我先給大家講現況 是保留給文高二 就是那個學校用地 但實際上上面現在是什麼 鐵皮屋 舊的市場 等等等的一個 老實講比較老舊的一個市區 結果他解編後 現在上面2018送建 2023年4月 內政部核定通過 現在上面這塊地變什麼 來我們看看 你看紅色的叫做市場用地 簡單來講 現在是舊的市場 這裡要變成一個高級的一個 新的一個現代化零售市場 這是侯友宜他們的報告 解編了 那旁邊有市場 那價值更高了 更高 來 再來 等一下 那我要先講一件事 剛剛他有提到說 內政部核定 聽起來好像是內政部做的 我先跟你講 不是喔 是 這個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他全部所有的都是 他們依職權去做 而最後送到內政部看看程序 合不合法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內政部所謂的核定 不是內政部去把它核定 解編 不是喔 解編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把它解編成為後來新的市場用地 也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只是送來內政部核定而已 那個核定就是看看程序合不合法 就這樣子而已 那因為是新北市政府的職權 所以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因為這個解編 二零一八年是我在當部長 喔 你說清楚喔 有要先把他們打臉喔 我必須把他們講這內政部的事 但是我要講重點是這個 這規劃都是新北市政府規劃的 來 市場用地塊 旁邊這一塊 黃色的圍起來這一塊 這一塊區是什麼 住宅區 哇 所以簡單來說啦 現在這整塊解編之後 現在變成是住宅區 道路 市場用地 而新北市政府對外的報告怎麼寫 寫說 未來還會引進多元化公共設施 服務市民 好 我這一塊公保地解編喔 附近的區域一定都 解編就是不在當學校的 不在當學校 附近的區域一定都開心 因為新北市政府也沒有錢 去把它徵收啦 我講白了 可是這個開心以外 誰更開心 我們來看侯友宇的地 就距離 這塊二五三五四 就距離 這一塊解編的公保地 引路之隔 十公尺 十公尺 所以簡單來講 一句話啦 今天這個解編之後 附近居民拍手啊 大家都想解編啊 為什麼新北市 這麼多地要解編 像我的選區 土樹三陰 我們希望公白基解編 沒有解編 就剛剛好解編 選擇 你侯友宇有的土地旁邊 而價值整個生長 這就是利益迴避的問題